父子中毒案例 2012年8月 美国加州职业中医师 一位朋友晚餐前 喝了含生父子超过五钱的汤药 晚餐后他逐渐感到头昏脸麻 他家里有人读中医 知道这是父子中毒 就给他喝浓蜂蜜水来解父子毒 熟料数分钟后 症状急剧加重 并开始心脏不舒服 恶心呕吐 家人见情形不对 赶紧打电话找我帮忙 到他家时 有人一时半昏半醒 不断呻吟 时而躺 时而转身吐险 翻来覆去 烦躁不已 全身不断冒汗 衣服全部湿透了 见此凶险状况 心里不免紧张 家人帮他针公孙内观 而胃心胸的症状 却不见缓解 由于他躁动不已 所下的针都不知掉到哪里去了 书上的回扬 旧逆格研究 也根本不可行 喝的药立刻就吐了出来 在这种情形下 中医的一针二九三用药 都难以发挥效果 用原始点看看 我帮他转身侧躺 按推上背部原始点 心里不断回想张昭汉医师 原始点急救案例 按了大概一分钟 不见任何缓解 不能再揉了 没招了 怎么办 我重新整理思绪 回到原点变寒热 问他 你会冷吗 他回答 很冷 我立刻请他家人 拿两床棉被给他包上 两个温敷袋 一切一厚 牢牢地绑在他腹部及背后 数分钟后 见他逐渐平静下来 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又过了约十分钟 他又开始胸闷 呼吸困难 大家又紧张起来 幸好没多久 就又缓和下来 转为肚子痛 到厕所拉完肚子 总算真正没事了 心得 一 虚寒体质之人 用了大量大热药 就如同站在大太阳底下 热源超过身体负荷限度 会造成体质更加虚寒 体伤加重 而产生症状 这时解救之法 仍应用温敷改善体质 二 热源应以温暖舒适为原则 而非愈热愈好 三 中医书上说 肤子中毒用蜂蜜水来解 这是有问题的 蜂蜜水属寒凉 喝了会造成体质更加虚寒 体伤更加严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